要知道中华武汉博大精深 岭南文化远远流长 清治文初天下动荡 南越大地诞生了几多英雄浩杰 留下了多少全奇故事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 个中又有什么曲折故事 几个中华武汉博大精深 领蓝英雄传我们来真的 大家好我是姚佩佩 师傅干什么啊你 拍一代宗师啊 你扮梁朝偉啊 家好书舌你吗 分分钟啊 我英俊的梁朝偉我告诉你 你不信问问大家 你说是不是啊 今期我们讲的朱俊鼓 就是一位外貌英俊 有着跟我一样性格古灵精怪 又打得啦又跳得啦又舞得啦又 好了好了你说完没呀 哎呀师傅你都不知 我一想到我们今期要讲我的偶像朱俊鼓 我就情不自禁了 矜持一点啦 你这么大胆又这么奔放 换着以前没有人够胆草理 说你听 好了好了师傅 不如看看英雄问出处先啦 他善逝朱家教 私成父亲朱雅楠 痴迷舞伪 你串咒过省 已舞回游 成东江一代传奇 哇 朱俊鼓和他的爸爸朱雅楠 在性格上面呢 简直就是天冤之别啊 一个鬼死那么瘟 一个是沉稳谦虚 一个经常欺负人 一个经常被人欺负 你不要说呢 如果不是他们的样子太似的话 分分钟以为他不是亲生的 那你讲得没错的 朱俊鼓的性格呢 确实都几百件下 流传下来的故事呢 比他爸爸朱雅楠呢 还要多得多的 除了上集提到过的朱俊鼓 勇夺八十斤铁棍之外呢 还有一个故事 广为人知 我知道 英雄救美 我觉得呢 朱俊鼓那么英俊 一定有个像我那样的美人 才衬起他 你不要再那么花痴 行不行 这个故事叫做 专修烂拳铺 专修烂拳铺 什么来的 为什么突然间要走呢 我爹说 他有朋友叫他开武馆 所以我们赶着走 去哪里 我都不知道 晚了 我回去了 为什么你不跟你爹说 你可以跟我留在这里 我爹说 我爹说整个人留在这里 没有出色的 他自己这么多年 不然一直留在乡下 所以他不想我留在这里 他说等我出去之后 你帮我找着好人 我和你爹说 说 说有用吗 你打得过他吗 他说一定要找一个 打得过他的人 你才可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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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三年 就三年 我一定会打败你爹 娶你个玩 爹 教我武功 蛤 你不是 嫌辛苦 一直都不想学吗 打架输了 不是的 是情商 朱家教 廣教 叉力 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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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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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疼 我們朱家拳 又要練到下拖 練到手臂有力 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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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看嗎 看著李清即將離去的背影 駐盡古發誓 無論學武多麼辛苦 他一定要打敗李師傅 娶李清過門 登上來 我都不會打拳 沒有 你不會打拳 我們要打拳 合約 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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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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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项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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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